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熊口同志朋友 大家午安 下午好 歡迎收看股市風神榜 我是許豐路 當然指數今天開高走高 來到了將近21900點 接近到我們這一波 我們跟大家講的第一個重要關卡 我之前跟大家報告說 指數大概在21500點 它會出現一些震盪 震盪完之後下一個關卡21800 28800又是一個關卡 震盪完之後再下一個關卡是哪裡 就是這一波B波的滿足點 所以我今天直接跟大家報告 事前講才有用 事後再講都是出了諸葛 應用不大 從技術面的一個推算 來今天應該還是B波反彈繼續中 B波反彈還在繼續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來講 整個大的一個規劃 你先規劃好 你反彈上去之後 才知道怎麼做應對 我們之前沒有一一跟大家來說明 你的這個行情 導致大家在操作上面會比較迷惘 所以今天在節目上先跟大家來講 我等一下會把指數位置 通通跟大家說好 B波反彈 這一波的目標區是22300點 好你記住這個數字 22300點 這是這一波的滿足區啊 滿足的時候 是不是繼續漲 機會小 是不是馬上跌 它有可能在那邊強勢整理 好的話強勢整理 不好的話就回來打第二隻腳 但我認為打第二隻腳的時間 要要 它有兩個時間段 兩個時間段 一個時間段就是 看這個星期啊 美國兩個重要的 這個經濟數據 一個叫CPI 一個叫PPI 這兩個東西 如果符合市場預期的話 那指數千到兩萬兩千三 提前拉回 提前拉回目標是因為 什麼 這個下禮拜台紙期會要結算嗎 外資有三萬多口的空單 你讓它結完之後 再去看它是不是在 空單在三萬口以下 如果三萬口以下的話 那接下來 還可以再醞釀另外一波的 的一個反彈 因為我說過它這邊反覆主體嘛 主體完之後真的 要再創新高 邏輯上是要等到11月美國選舉後啦 只是這一段時間的股票的操作 要比較細膩 怎麼樣去做調整 是八九月的重要課題 好不好 來 先來看重要的經濟數據 這個是CPI 還有PPI 這兩個比較重要 零售銷售其實也重要 但看起來沒有影響那麼大 那美國七月通膨 預料是要持平 預料是要持平 所以如果是3% 那可以接受 那我就跟大家講 美國經濟數據很多 都是它自己想怎麼給 就怎麼給嘛 對它有利 對它的操盤有利 它就會怎麼給 不是對世界有益 請大家注意 那現在大家都在看 可能會硬著陸 那我上個星期跟大家講過 羅比尼啊 末日博士羅比尼說 不會硬著陸嘛 所以它是軟著陸 那我也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看到過去都一路看空的人 現在不看空 事不尋常啊 必有妖 那表示啊 這邊應該會有機會往上走 會有機會往上走 那我們跟大家說的指數怎麼下去怎麼上來 確實 禮拜一 上禮拜一的暴跌 到今天為止 基本上 全部米平了 就指數的角度看是米平了 但是既然米平了 它今天 它今天盤面的現象就很重要 因為今天盤面是出現的 創新高的股票都強力拉回 獲利了結 這個不是轉空 這是要獲利了結 獲利了結之後 它震盪之後還會再創高 這個還是主軸 包括像機器人 包括像這個先進封裝 先進設備 今天很多都創新高嘛 紅色創新高就拉回翻黑嘛 對不對 先進封裝 然後你看到 新科創新高之後就拉回嘛 拉回幅度很高 值得我們上禮拜二跟大家來講的 今天創新高之後拉回 亞光上禮拜跟大家講的 一樣上禮拜二講的 到上禮拜五已經拉回 今天再往上衝高之後還是拉回 即便它基本面非常好 但這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位置它把空間讓出來 所以我等一下再告訴你 全資股讓出來給誰 那只要這個數據 大家特別注意這個數據 CPI跟PPI 這個很重要 這個感覺更重要 這兩個更重要 符合預期的話 這個盤可以漲得快一點 原則上這一個星期 反彈到禮拜五 基本上都是多方的目標 這個禮拜應該是一整個禮拜 進行反彈 那下禮拜因為它幾個月後 免不了一定會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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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強調 所以這禮拜好好的趁著反彈 太弱流強 然後你可以佈局一些 不受盤勢影響的股票 然後等一下會講 我認為哪些不受盤勢影響 來大雄指數 我就站回到季線 比較好的關鍵 就是在這邊做整理 因為這是頸線位置 這裡沒有大的利多 它不會攻過去的 意義不大 那納斯達克看起來還要繼續往上彈 來到這個缺口附近是一個壓力區 最大滿足到季線 到季線一定下來 到季電一定下來 不用想它會過季線 到季線一定下來 廢半這邊還是相對來講 有一個缺口的位置去挑戰 因為台積電的營收這麼好 但是卻不能帶動整個廢半往上攻 這比較可惜 但是呢 今天有沒有機會往上攻 有機會啊 日本休息嘛 沒有日本扯後腿 那這邊就可以有機會再往上反彈 來這邊回補 請大家注意 這個缺口如果補了 它基本上我認為今天會來補啦 因為台北股市得到21,800一點的附近 就是來補缺口了 所以廢半也會來補 好不好 但台積電往上的空間不大喔 不大喔 來今天盤前重點 有先跟大家說 指數得到21,000點是短線壓力區 馬上要命令21,800點 所以21,500過了之後 它會出現強弱分明嘛 21,800它會出現另外一個現象 21,500點以下 基本上大家都會反彈 你千萬不要亂賣股票 21,500到21,800它會開始出現震盪 震盪是讓你做調整 比方說像今天那些創新高 手中有創新高的股票就是賣嘛 就是佔的賣方 手中有創新高的股票就是賣嘛 那手中還在相對低檔 你是應該去加碼佈局的 因為資金會轉到這個方向 好 之前的壓力區 21,800嘛 現在變 資程支撐變壓力啦 所以21,800今天有震盪嘛 對不對 再往上是22,300點 是關卡壓力區 是逼迫反彈的目標 好 逼迫反彈的目標 21,500點之前大家一起談 21,500會強弱差距 今天21,800指數會強烈震盪 22,300反彈目標區 適當調 要減碼手中所有持股 我建議是到22,300點 是減碼手中所有持股 就算它沒有立刻彈到你的位置 也要先減碼 因為它會拉回震盪 如果它拉回震盪的空間又小的話 你要記得 它再回到 你現在適度減碼位置的時候 它是應該再把它買回來 它就會再少 所以這邊的操作比較細膩 來 我認為這邊最重要是 確認個股長線價值 是不是屬於底部 真的不要太在意指數空間 不要太在意指數空間 那它長線有的 那你就是硬爆了 堅持會成功 其實相對底部未來有大空間上升 不受指數影響的 你要先分辨 它是不受指數 還是它是個股短線資金已經撤退 要長線整理的 我覺得這兩個月啊 就是區間操作 胎肉流強 這是八九月最重要的課題 區間操作胎肉流強 你先把這些觀念記在腦海裡 這是我操作的主軸 上禮拜講怎麼下去又怎麼上來嗎 真的是一關過啦 我說21500如果跌破 它會再往下對稱到19500 最低到19600多嘛 19600多之後開始進行反彈 開始進行反彈 好從19600反彈到這裡 我先跟它講數字是怎麼算出來的 你從這裡跌到這裡啊 從這裡跌到這裡啊 從24416點跌到19600多點 這個數字啊反彈的0.618 大概就在22300點附近 反彈0.618最強嘛 那你看上禮拜 其實周線是收了1300多點的下影線 所以其實上禮拜已經把禮拜一的跳空缺口怎麼下去的 這裡怎麼下去的 在上禮拜五是不是就補完了 怎麼下去怎麼上來 所以上禮拜啊 有些強勢股甚至於是在一個禮拜 經過禮拜一大跌禮拜二的破底之後 它其實還有創新高 它有創新高那是超強 超強的股票在這個禮拜出現什麼 我逢高獲利調節 所以我剛剛講的機器人 剛剛講的這個先進封裝 其實創高都是賣的 創高都是賣的 去找通租區裡面位階低的會有空間 好那你來到這裡 我就要跟大家來講 這裡是不是之前的支撐區 你看這一天 跳空跌收腳 季線附近整理 再往下跌 有沒有這一天又收腳 然後再往上反彈 來到這裡啊 邏輯上它如果沒有利空就是在這邊做整理 這是更好的 但是因為有利空嘛 對不對 一個跳空下跌 美股的這個失業率低於預期嘛 所以跳空下跌 非農就業不好嘛 跳空下跌 然後再來什麼 這個是經濟數據不好 然後再跳空下跌之後再整理 好那上禮拜的 上禮拜五公佈的非農就業數字是好的 所以美股繼續談 我們今天也跟著被帶上來 但是這裡回補完了 一萬九千六百點到兩萬一千八百點 其實它反彈 已經有兩千兩百點 已經有兩千兩百點 那這一波其實跌下來 跌了快五千點 跌了快五千點 那這反彈的上面的空間 其實真的就沒有特別大了 這個我要先跟大家先提醒 這裡是B波反彈 你彈到季線附近 才會完全滿足 所以我覺得這個缺口 兩萬兩千三百點附近 來到這裡之後 整理整理之後 它再往下回 這很合理 很合理 那我上禮拜已經先提醒了 AI概念的股票 這邊反彈之後 目標到二月 到八月二十八 回答公佈之前 只要反彈爆量 反彈遇到壓力 請你先再賣方 AI相關的股票 好不好 貴買指數 其實在上你八五也接近 把這個缺口回補 今天已經來補了嘛 所以你看怎麼下去 是不是怎麼上來 怎麼上來 接下來季線的趨勢來向上 所以它還會再往上去挑戰這個季線 來到這裡之後就是正當整理了啦 整理完之後 看怎麼再回來打第二隻腳 一定會回來打第二隻腳啦 我講的這麼肯定 就是告訴你一定會回來 那你記得回在這裡的時候 減碼 然後等它下來的時候再接 好 全值股換人漲囉 台積線今天只是撐盤 為什麼 營收利多實現了 股價反彈位置夠了 所以換成廣達再漲 換成鴻海再攻 這是全值的部分 所以指數還有往上攻的理由在這裡 台積線只是撐 它不會攻了 強勢股的拉回 值得今天創新高 直接打跌停 新科創新高拉回八個percent 所羅盟 反彈高點 直接開高走低 這都是告訴你 我這些人已經是什麼 反彈無力了 我資金要先去 找位階更低 超便宜的 跌得夠深的去反彈 空間讓出來 跌最深的雙空間工漲停 其他財報還是不錯 勵志的財報也是優於 也是符合預期啦 沒有到優於預期 但我跟大家來講 它的8月營收會比7月營收 大概月增將近10個percent 9月會創歷史新高 那我之前跟大家講 你還是在看勵志 還是在看什麼 泰塑 泰塑是因為他有經過GB200來認證 所以一樣都被認證 你的雙紅齊紅都已經 四五百塊五六百塊 容不容易拉 不容易拉 而且套牢的人多 泰塑你只要連拉兩根漲停 基本上所有的套牢區 全部都越過 而它價格便宜 要供就供了 那大家看到今天有個新聞 北部啊 北部啊 不再 怎麼啊 讓資料中心進來 進來這個設立啊 因為電力吃緊嘛 電力吃緊 大家知道其實設立 資料中心對我們 有沒有太多的好處 其實真的沒有 不是說它不會帶來 所謂的這個 就業機會 帶來投資 新投資 而是因為對照台灣的 整個產業結構 跟我們的電力的一個供應鏈來看的話 不是這麼好 不是這麼友善 加的時候我跟一個 跟一個前輩在聊天 他就說 其實你看喔 那個我們就聊到這個問題 他就說其實你看 像中國大陸貴州啊 他也是現在是很多 高科技公司的資料中心 你看他整個整個建設起來了 然後這個經濟也發展了 但我就跟他講說 貴州的 貴州的環境跟台灣的環境能一樣嗎 貴州有超多水利發電 貴州的電是多到沒有人要用 地又便宜 那去那邊蓋當然是合理啊 他窮成那樣子 人家去發展 當然會帶動他的經濟發展 可是在台灣不是啊 因為在台灣北部 蓋資料中心根本就完全沒有意義 資料中心是做什麼 儲存嘛 那你就是電力嘛 你就是要很大的電力嘛 當然他會帶來一些投資啊 但是光是電力這個事情 那是全民補貼耶 全民補貼電力讓他怎麼樣 在台灣設施資料中心 這怎麼會符合台灣最大的利益 這個位置不同 概念不一樣 不能這樣講 所以你要明白就是 北部的電力是緊張 我不能說缺電 缺電我們政府會生氣嘛對不對 我們不缺電我們只是電力調配比較 需要一些技巧 那電力大家去想要電力 那就先去看華晨了嘛 華晨就是反彈嘛 跌這麼深的900塊到500塊嘛 900多塊到500 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我覺得華晨 我覺得這些公司真的太貴啦 那亞利呢 今天也是被帶動嘛 那疊最深叫四季鋼 六七月營收最壞時間過去 對照去年最壞時間過去了 投信也殺的差不多了 回到起漲點 那大家準備再來走一波了啦 因為四季鋼是跟生物能源合作嘛 那拿到這麼多的訂單 你看水下基礎建設誰在做 其實國內真的有能力做 水下建設也就是四季鋼嘛 你所有的風力發電 離岸風力發電 所有需要用到的水下基礎工程 大概只有四季鋼能做 其他做不了 那這一波的拉回也確實啊 有點主力被修理的一個態勢 那也包括到就是整個政府標案 現在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行政院立法院還需要一些的 一個共識在凝結嘛 所以很多的政府標案就出來 還是比較慢的 那未來還是會實現啊 我覺得還是要協調出來一個好的方向 至於剛剛在這邊應該是相對的低點啊 在200元附近打底完之後 應該還可以反彈去挑戰季線 好不好 你手中的股票大多數 你都先去等待 他應該都有機會到季線 不論是這一波反彈到2002300也沒有到 如果有到了他相對是強 但一樣到了之後他空間就不大 但如果沒有到的 他即便未來再打第二隻腳 他只要不要破底 他最後還是會挑戰季線 因為景氣今年是復甦第一年 明年會最 會開始最大的成長 後年會到高峰 我再次強調喔 台北股市的經濟 的一個成長啊 景氣的一個擴張啊 明年會是最大的數額 後年會是頂峰 後年的第一季會到頂峰 股市會在後年2026年的第一季來到這一波多頭的滿足點 然後第二季第三季會是景氣的多頭最高峰 那接下來是高峰橫盤呢 還是高峰之後開始回落呢 要等到後年才知道 等到後年才知道 這是我先跟大家講 這是你有整個大的規劃嘛 所以你會不會擔心 你會不會很擔心 現在行情就是大空頭來臨 不會啊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這是多頭修正 那難以避免嘛 也跟大家解釋過 這整個幹桿的運用非常大嘛 修理幹桿的人啊 很多這波 很多人聽說又畢業了 那我還是要去強調 股市你只要佔得夠久一定會贏 因為資金一定會輪來輪去嘛 你能想像萊德今年可以漲這麼多嗎 他也會遇到嘛 你能夠想像 洪碩今天還在創歷史新高 1700多塊嘛 他是不是都有他的機會 你看有高價1700的 也有低價那種五六塊七八塊 可以漲到20多塊 那是不是都有倍數的機會 那關鍵是你得站得住啊 站得穩啊 對不對 即便是他本來就沒有什麼特別題材的 萊德都可以漲成這樣 那找到一個機會 一攻一波就是 那我想我們跟大家過去介紹很多股票 都有他的邏輯跟故事啊 只要堅持下去都會有機會 來 我認為未來會大漲的邏輯還是在IP啦 因為股價修正夠了嘛 修正夠多了啦 修正夠多了 現在講IP也沒人敢買啊 那我等一下跟大家來報告 我持續來追蹤這兩檔個股 來台積電很旺嘛 營收超標但是該高走低 利多實現嘛 來首先啊他這個缺口已經補了 再來這個缺口啊也接近了 難道缺口補不補 他都是在這邊要進行震盪了啦 請你不要再漲了啦 把空間讓給別人啊 但你可以看得出來漲上也都沒有量了嘛 量開始縮了嘛 今天的台積電縮量也很多嘛 指數創高在縮量那表示什麼 追加意願不是很強 再追台積電意願不是很強 但是呢就指數的位置來看 他只要縮量 他往上再縮量 他這邊就代表說他賣壓也沒那麼強 追加意願不強賣壓也不強 就看控盤者要怎麼動 那只要美股再強 台股也會跟著強 美股弱弱台股就跟著弱 啊就這麼很簡單啊 這就是控盤者的邏輯啊 那他休息換誰 8月5號這個跳空啊 紅海還沒有補 所以接下來他補的空間大 補完之後再去補這個缺口 所以接下來全只股要看紅海 紅海只要漲大盤還是沒有問題的 那台積電就是休息整理就好 那今天另外一檔廣達啊 很不錯啊 他在今天也是跳空直接補了這個缺口 補了這個缺口 他的空間就相對比較小 就這裡到這個季線嘛 那你記得他來到這裡也是佔賣方啦 他來到補缺口這裡就佔賣方了 佔賣方好不好 你讓他直接V轉上去不太可能嘛 都說了GP200一定延後嘛 一定延後嘛 我知道你講得很好啊 但如果你講得很好 你也不會留這麼大一段嘛 但市場現在對於AI就在修正本益比啊 你從這裡300多塊一路砰到這裡來 這個數字有點嚇人耶 這一跌就跌了快100塊 跌了100塊現在反彈來到這裡 我說這一波整個大盤的反彈 大概有接近0.618啦 0.618啦 接近0.618啦 但是有沒有可能是0.5而已 如果你從上面算下來的話 大概是跌了5000點 5000點的2500加上去 19600加2500嘛 是不是 大概就22000點 22000點 220002嘛 這是0.5的部分 如果0.618就再多一點 0.618就再多500點 到22600 可是那個指數其實真的很失真啊 所以我還是要跟各位報告喔 其實22000點以上 你做多的一個操作邏輯就要更為小心保守 好來 機器人本來是盤面的主權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新聞 結果咧 羅生 台達電 刺激布局 這邊台達電的一個本益比他相對低 羅生根本沒賺錢啊 來 我們跟大家講龍頭是鎖羅門嘛 彈上來 你看財報機報還是沒東西啊 他這只就是籌碼在玩的 真的是沒有數字喔 我先講喔 而且他已經來到季線之上 比大盤強了 那就休息了嘛 值得 羅生根要達到跌停喔 我們不看了 因為那個本來量就很小 我們看重要的股票 這是我禮拜二跟大家講的 季線他比大盤強 他就沒有跌破 營收也有年增 但是獲利真的很差啦 獲利表現數字真的不好啦 留下影線之後再往上攻 這個籌碼到今天 爆量 來 這就是我要請大家先學的東西喔 反彈爆量之後怎麼樣 創高爆量 爆量背包點啦 但是你一定要先出啦 今天高點123.5 低點106 收盤就跌停百106嘛 一來一往15個percent啊 追嘛 追高容易死啊 容易受傷啦 不會死啊 可是 這就不是你的買點 對不對 獲利你也看到啦 上半年就0.6多啊 0.66吧 那這個價格 真的你自己覺得 本益比高不高 主要這一波上去就是 第一個籌碼 第二個整理過久了嘛 沒人玩嘛 大家都沒有嘛 重保費主力控制嘛 再加上有工具機 日圓升值題材 再加上說 他有蘋果供應鏈的概念 也有機器人的概念 就攻上去 來 一浪 二浪 主升段 創新高 未來會有一個陌生段 有 這個高點會不會過 會 我跟大家講 我認為會過啦 他在這邊整理幾天之後 只要這個 這個今天的跌停板 不要再往下跌太多 3個percent以內啊 他應該在100元附近會整理完之後 會再攻一次 會再來去挑戰高點 但那個高點 絕對不是你要玩的 來 新科 我們在7月12號 在東升連線 再說 這個是突破 相對到很強 你看拉回來之後呢 他在上禮拜二也是啊 創了一個低點 之後收腳 隔天攻漲停漲停漲停 漲停漲停 漲停漲停 直接縮量漲停 縮量漲停 今天一開高 我當然是趁著指數大漲的時候 才可以去出啊 因為人家在跌的時候 我沒跌啊 我已經率先比別人漲了 從這裡65到這裡101 漲了五成啊 低點上來漲五成啊 那當然這裡一定不是你的買點 我們要講的很大的觀念就是 他會 未來會不會再創新高 我認為仍然有機會再創新高啦 仍然有機會再創新高 但他短線上會在這一個缺口啊 震盪 你讓他整理幾天啊 不要破 整理幾天不要跌破今天低點的3% 到5%之間 應該說5%以內就可以了啦 這根紅棒的1 2不要被跌破 甚至於這根紅棒的低點 這個低點不要被跌破 他整理完之後還會再上 但是一樣喔 一浪 一浪 整理 二浪 拉回休息整理 三浪 其他這個 如果按照這個短線的那個技術指標來看的話 其實五浪已經結束了 五浪已經結束了 五浪結束 那他就需要比較多時間整理啦 最主要是我們那時候推薦的時候就是題材嘛 再加上營收有 不過他的因為毛利益相對來講不是很漂亮 所以你要留意他的本益筆的概念 好 散熱啊水冷夠力嘛 人家先找到題材了對不對 原來啊是因為水冷的快接頭啊 缺 那雙紅是跌得夠深看進行反彈 請看喔 他已經回到了今年年初 二月份起漲點喔 二月份的起漲點喔 他是跌破500塊再反彈喔 從這裡我告訴你說這裡不行喔 我在這裡覺得他還有機會嘛 因為當時所有的數字來看 就只有他跟雙紅有GB200認證 那我說在季線附近可以買嘛 那不然買完就最高到890 一路跌我要跌到400多塊 這個 我在這裡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只看泰塑跟立志嘛 一起下來 你從這裡500要回高點 也漲將近一倍嘛 可能嗎不可能嗎 今天這是一個跳空 這個導賺反轉喔 來到這個缺口滿足了 我認為就差不多了 要於挑戰季線 我認為機會不大 來 立志啊 這邊是被拖累下來 拖累下來 他其實跌幅也蠻大的 但是因為他跟GB200沒有直接關係 他主要還是他自己的一個散熱 一個VC這個散熱板 是出貨給三星跟華為 那他9月份之後會出伺服器的散熱 他也會出伺服器的散熱 而且新的廠房才剛剛起用 所以8月營收大概月增年增 9月應該是創立子新高 如果9月創立子新高 那他的絕對價格是比較便宜的 市場炒他的意願會強啊 這裡是回到了大約在4月份的 5月份的一個整理區啦 他在這裡其實算是整理區喔 整理區喔 他如果跳空往上來 我覺得這一波反彈先看到季線 那如果看到季線的話 短線上你也可以先獲利把擋 或者是短線上來到這個成本附近 因為我們在季線附近有跟大家提過嘛 來到這裡的時候應該是站在一個賣方 那泰塑這邊很快來講 最主要是GB200認證他是第三家啦 已經認證過了啦 所以他這波拉回的空間並不是那麼大 他回到這個起漲區 跟立子差不多 所以這一波啊 我認為他應該是要去創新高的 泰塑我認為是應該創新高的 這裡差一個跳空啦 他差一個跳空啦 你看他要攻擊 就是跳空那天他要攻漲停喔 他如果哪一天出現跳空 應該是這兩三天 有機會出現跳空之後 他會去攻漲停喔 他會去挑戰季線的位置 那我認為他季線站穩之後應該會再攻 因為他這裡下跌沒有量 下跌沒有量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他這個應該是會攻過去 好不好 這是我的看法 電網的部分 滑塵反彈到季線你就跑 那沒有什麼好講 亞利今天站回季線 但是再往上攻 左邊都套牢區 他大概明天就沒力了 大概明天就沒力了 那四季剛這一波 季線跌破之後的這個加速下跌 利空大概都實現 這是前波的起漲區的位置 有利空假跌破 然後這裡出現了大量 大量手穩經驗往上補缺口 一樣喔 這裡補完之後 緩步往上攻 我認為他接下來 如果電子股弱 他會更強 他會更強 來 就重點就來了 這是我認為真的會大波段上漲的 來 對外晶片自主研發 我先跟大家講 我的概念是這樣 美系的 現在全球在做AI基礎建設 這最多就兩個地方 兩個國家一個美國一個中國 其他都是想到 大家想到 你說歐洲那些英國德國法國 他們做AI大數據訓練 能用多少的伺服器晶片 很有限 他們發展的時候 能用東西也很有限 因為他們沒有大數據可以輸入 英國法國德國哪有什麼大數據可以輸入 他們有像美國像特斯拉有大數據 他的車子可以收集資訊 你像Google他有網路可以收集資訊 微軟他有這麼大的用戶可以收集資訊 Meta他有這麼多的一個 這個互聯網的資訊可以收集 他們才有數據可以收集 才可以訓練 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除了美國跟中國沒有 那你說中國有沒有 中國也有啊 中國有百度啊 中國有拼多多 有這個 有天貓啊 然後有這個淘寶啊 然後他也有這個美團啊 他有其他很多的互聯網的東西 他可以收集很多大數據 所以他們就訓練才有意義 那重點來了 美國都是訓練那些 都是先進攻擊 反正中國道理也做不到先進的東西嘛 所以變成是 美國那些先進的 的那種晶片 他就用到國內的高級IP 前一段時間 世青創新高是這個邏輯 創意去年底 創新高是這個邏輯 去年創新高是這個邏輯 那今年呢 衛生跟系統為什麼有機會啊 衛生就是中國大陸 未來也要做嘛 他也有一定的 得這個高階的IP嘛 那這裡是相對底部嘛 100塊要插比較快啦 我簡單就這樣講啦 而且他又發GDR 這個我還是認為他應該要去挑戰前波 這個大量區的位置啦 然後再來 系統應該會更強 系統更強 因為他有營運三件嘛 減資 然後併聯儉 併紅糠 而讓他的資產更強 獲利更好 明年大家可以賺2塊5啦 我給他100倍本益比 股價這個是減資完之後 拉回到這裡 這裡都是買點啊 都是買點啊 可能他過這裡就會狂飆 這個我認為接下來會大好的 還是一樣喔 每個禮拜禮拜四 1點40分 瘋老師會在YouTube 官方頻道直播 如果你歡迎大家到 頻道上面跟我們一起 直播的同時可以來去 詢問問題 瘋老師跟團隊會協助大家 努力的來幫助大家 在這一波的大跌之後的頻繁 來協助大家 趕快把進展禁止 往上做提升 今天的行情依然值得期待 依然值得期待 大跌之後才有大的建設 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接下來的行情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祝大家 明天操作順利愉快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您喜歡瘋路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當然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LINE AT帳號 小老鼠FSB688 你將獲得第一手標股的資料 如果你還有任何操作上路庭 歡迎視訊瘋路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